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接着聊 武士达赖喇嘛 和他的爱徒 准嘎尔韩国第一任大韩 嘎尔丹之间的故事 咱们上午说 聊到嘎尔丹魂俗 回到了他的草原 也就是墨西蒙古 就是现在的新疆的北疆 那会儿还没有准嘎尔韩国 在墨西蒙古这大片的草场上 盘踞的就是鄂鲁特四部 那么说天山以南 昆仑山以北 现在是什么政权呢 这个地区 我们现在习惯的称它为 新疆的南疆 这儿呢 这会儿的政权的名字呀 叫伊尔强韩国 这一地区呀 现在已经完全的伊斯兰化了 那关于呢 这准个二韩国和伊尔强韩国之间的故事 咱们前面讲的呀 很细致了 因为呀 咱们在两个系列里边 都曾经详细的介绍过 一个系列呢 就是这个 清平大小合作之乱 再有一个系列 就是准看韩国 咱们在这儿啊 就一带而过 不再往戏了申巴吃了 达赖喇嘛 送走了自己的爱徒赶尔弹 这赶尔弹呢 回到了伊尼河谷之后呢 他也得琢磨琢磨呀 谋划一下 哎 他谋划什么呢 他得想啊 这妈妈跟嫂子 把自己也请回来 自己现在的身份呢 引咱忽读课图 我现在是个活佛 我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来为自己的哥哥报仇 并且能顺利的接管 哥哥的政权呢 摆在他面前的 有几种选择 首先的第一个选择 就是自己还做自己的活佛 我还是啊 这个 引咱忽读课图 这温萨活佛 然后呢 借助我的宗教势力 扶持我的侄子 来做这个部落的首领 那么他有几个侄子呀 长子的名字叫做 赤王阿拉布坦 哎 赫赫有名 我想您呢 肯定听说过这个名字 哎 然后呢 还有两个 就是索诺木阿拉布坦 和丹金厄墓布 可是这种想法呢 在他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 并没停留过久 那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说 僧格的这位长子 赤王阿拉布坦 这会儿啊 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呢 八岁 你即便辅助他 成为了部落的首领 也很难服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主佑国仪呀 江山不薄 那这干脆呀 就自己来 这个阿拉布坦里迢迢呢 回到了墨西蒙古 他就有做大汗的心 那还别说这厄鲁特四部 就在自己本族 准赶尔布当中啊 现在也不是直接呀 他就是头人 这大汗僧格 被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呀 害死了 一位啊 是卓特巴巴图尔 另外一位 更跑若 这人呢 还有封号 是车臣太戒 当然了 这二位 他也是 嘎尔丹 屠夫一母的哥哥 那这二位啊 那兵强马装 加在一块有多是人呢 这个整装待发的蒙古骑兵啊 这二位啊 就有两万多人 这嘎尔丹这会儿呢 手里也有兵 那就比起来少的多了 两千骑兵啊 那这仗怎么打呢 这嘎尔丹一想啊 也不难打 这嘎尔丹觉得呀 如果想打赢这场仗啊 自己就不能以这个昏台级的身份呢 来指挥这场战斗 也就是说呀 不着急回来之后 先继承自己哥哥这个昏台级的这个地位 他想啊 他要仰仗着这温萨侯夫系统 在整个墨西蒙古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哎 上演一出好戏 于是啊 约定好时间地点跟这两位哥哥呀 就要一决雌雄 到了那天之后啊 这嘎尔丹还就真穿着他的袈裟僧袍 骑着骏马呀 头上戴着他这个班智达的法帽 肯定是黄颜色的 一马当先就冲入了敌阵 对方这两万骑兵啊 蒙古骑兵直接就愣住了 我的天哪 我们这是在跟谁打仗啊 这不是我们的温萨活佛吗 坐在马上发愣的 那还是一小部分多数人呢 干脆滚安落马 直接就跪在道旁 伸长了脖子 等着这温萨活佛摸井赐福了 那那这事容易了 那这嘎尔丹呢 入敌阵当中如入无人之境 带着两千人 直接就杀到了哥哥 车臣台记的跟前 没费什么劲 就把这车臣台记 生情活拿了 后来又驱逐了 卓特巴巴图尔 收编他们的部队以及部众 这算是给自己的亲哥哥 僧格婚台记报了仇了 那报完仇啊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继承了自己哥哥 以及自己父亲 婚台记的这个称号 其次呢 收继婚了自己的嫂子 阿奴 这阿奴啊 原来在这个僧格的跟前的时候啊 她不是大夫人 现在呢 她嫁给了嘎尔丹 都成了大夫人了 成了这个阿奴可敦了 那收继婚自己的嫂子 这事啊 好办 可是啊 自己想成为婚台记啊 那得有人认可 首先呢 宗教界 这达赖喇嘛得认可 这事儿好办 那武士达赖喇嘛 是他的老师 这爷儿俩关系啊 好得很 所以说呢 武士达赖喇嘛 就在第一时间 承认了 嘎尔丹的婚台记身份 那紧接着呢 大清朝廷 康熙皇帝 也承认了 他婚台记的身份 这儿呢 你就得记住了 这嘎尔丹呢 回到了墨西蒙古 替自己的哥哥报仇以后 这魂台记的身份呢 大清国和这个西藏教廷 是都承认的 那这会儿呢 这赖喇丹就正式成为了韩王 这个韩王和大韩是两哪事 无非就是一个 厄鲁特四部 地方部落联盟的头子 主要的势力呢 就盘踞在伊犁河谷 那既然咱们聊的是 这达赖喇嘛和赖喇丹的关系 这咱们介绍赖喇丹呢 就太多了 但是呢 我这还是精简精简再精简 才让这赖尔丹有这么一个出场 关于这武士达赖喇嘛 是如何帮助他这个徒弟赖尔丹呢 我倒是啊 想给您讲啊 这么一个故事 这就是啊 这赖尔丹呢 是如何做上整个 现在天山南北 准盖尔韩国的霸主的 刚才说了 这厄鲁特四部 他再厉害 再横 就是这帮瓦剌人呢 他们也无非就是掌握着 天山以北的土地 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北疆 要说这块地区啊 比较富庶 适合种植 他难就难在这群蒙古人呢 他不懂农业 富庶的土地啊 给了他们 他们也不会利用 不但是农业 所有跟这个智慧啊 手艺沾边的 这群厄鲁特人的全部会 那谁会呢 心灵手巧的 在天山那边呢 现在咱们说起来啊 就维吾尔兄弟 那会儿啊 统称他们为缠回 这个缠回一词的 可不是骂街 是形容他们的样貌 因为他们呀 都用长长的白布 缠住了自己的头 中原人认为他们呢 信奉的是回教 所以就称呼他们为缠回 清朝人的称呼啊 这个宁夏那一带的回民呢 为汉回 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呢 和汉族人基本相同 也就是说呢 厄鲁特四部啊 这些蒙古人 占据的是 现在新疆的北疆 这些缠回呢 我们这些五维族兄弟呢 哎 他们呀 占据的是 现在新疆的南疆 只有统一了天山南北 这样 这嘎尔丹呢 才能成为这一方的霸主 才有建立准嘎尔韩国的实力 那是谁也帮了他呢 无疑又是他的老师 武士达赖喇嘛 我个人认为 这是武士达赖喇嘛 给自己这位爱图嘎尔丹 最大的一次帮助 那么说这武士达赖喇嘛 又是如何操作 把整个南疆就并入了北疆 准嘎尔韩国呢 那这故事啊 还得从头讲 那这话说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这么一位传教士 名字叫做马哈图穆阿扎穆 他传的是什么教呢 传的是伊斯兰教 具体的说呀 是伊斯兰教苏菲派 他把这教传到哪呢 就是现在的新疆地区的南疆 那么说他以什么身份呢 他说自己呀是何主 在这贵教门里边的 何卓是一种人 什么人呢 细了咱也不讲 您要想听细致的 您往前翻 您翻这个 清平大小何卓之战 或者是准个二韩国 那里边都介绍过 简单的说呀 就是先知 莫罕默德的一类传人 那既然是这个 莫罕默德的传人呢 他们就被尊称为圣义 就是圣人的后裔的意思 他就打着圣人后裔的名头啊 来到新疆传教 后来就控制了现在新疆地区的南疆 可是后来他一死啊 哎 这贵教门啊 在新疆就分支了 分为白山派和黑山派 别看这两派的祖宗都是一个人 可是啊 要是打起来 谁的手底下也不会留情面 分成两派啊 争夺政权 拼了胖朗就打了好几百年 好几辈子 这说着说着话呢 就到了阿伯克和卓时期 这阿伯克和卓是白山派当时的首领 哎 就没干过人家的黑山派 让这黑山派啊 给撵跑了 这黑山派的头子 加迪和卓当时非常壮大 把这个阿伯克和卓赶出新疆之后啊 他就算掌控了伊尔强韩国 那么说这白山派 这阿伯克和卓他上哪呢 天下有力 他想抱着一个粗腿啊 好帮他复国 哎 他去的地可是不少 有人说呀 他在西亚一带游荡 也有人说呀 他还来过中原 见过康熙皇帝 可是咱们知道啊 这中原史书还是很完善的 在中原史料里边啊 完全没有记载 不过呢 人家这跪下门里有两本书 一本书啊 叫大合卓 另外一本书啊 叫合卓传 人家这里边可是写着呢 那他来未来过中原 见没见过康熙啊 这事不重要 反正呢 即便见了 这中原朝廷啊 也没准备帮他 哎 这阿博克合卓啊 就想起一个人来 谁呀 就是在整个雪域高原 现在地位最尊宠的 最有实力的 这么一位大德高僧 名字就是武士达赖喇嘛 他是想着请求这武士达赖喇嘛 帮着他复国 夺回伊尔强 韩国的控制权 那意思呢 就是这么个意思 哎 这是这个合卓木啊 当时的真实的想法 哎 可是啊 这大合卓这书里边可不是那么写的 阿博克合卓见着这个武士达赖之后啊 那不是恳求说服了武士达赖帮他 简直就是用这无上的法术征服了武士达赖 这武士达赖才出面帮了合卓 那么这武士达赖又是如何帮助合卓的呢 哎 实际上这佛爷压根就没打算管那个先知他们家这点事 那要说起来呢 这穆斯林呢 在宗教圈没朋友 可能任何宗教都不太喜欢他们 这跪脚们认为自己啊 哎 就是穆斯林们呢 他们是全世界第一等人 第二等人呢 叫精人 这也不太好理解啊 我给您讲讲 什么叫精人呢 他们眼里的精人呢 比如说基督教啊 比如说犹太教啊 只信奉一个神的宗教 哎 这些人叫精人 那么说 虽然你是精人 但是和穆斯林比不了 因为不在一个境界上 那除了精人以外呢 剩下的他们认为啊 就全是混蛋了 哎 他们嘴里管这部分人呢 叫拉菲尔 圣战圣战 您总听说过吧 圣战 针对谁圣战呢 就是针对拉菲尔 那么这拉菲尔呢 首先就包括呀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 其次啊 像什么 佛教 道教 还有萨满教 以及啊 这个埃及的那个法老教 这些宗教啊 都有多神信仰 哎 这个穆斯林认为啊 你信多了就不如不信 所以在他们眼里 这些教徒 也是拉菲尔算不得精人 所以我觉得啊 除穆斯林自己 其他宗教的教派 对穆斯林的感情啊 那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呀 这些人呢 有啊 还不如没有呢 所以说这达赖喇嘛 怎么就会那么心甘情愿的 去帮着他呢 哎 这达赖喇嘛 武士达赖喇嘛 是有个小心思的 于是他就跟这个合卓说了 这你看的 你这事好办 可是呢 我虽然大德高僧 但是他是个和尚 佛法在广大呀 我也不能领着兵 替你打仗子 我呀 给你写封信 你去找个人 这个人呢 是我徒弟 他非常听我的 他一定能帮你 而且呀 有相当的实力 那您看这事 还用我说吗 您各位肯定明白了 那这徒弟 那说的是谁呀 这赖尔丹呗 这达赖喇嘛 知道这赖尔丹呢 正垂涎于南疆的 大片土地 以及南疆这些 有手艺 懂劳作的人民 所以呢 他让这个白山派的 阿布赫合着呀 去找赖尔丹去 那这赖尔丹 听完这个消息之后 直拍大腿啊 他说这老师 他真是疼我呀 他能不懂 他老师什么意思吗 那您想想 蒙古骑兵 快马弯刀 在赖尔丹的指挥下 哎 那很轻易的 就方越了天山 开拔进了 叶尔强韩国 再加上啊 有这白山派 阿布赫合着 里应外合 很快就帮着这白山派 又取得了 叶尔强韩国的政权 可是叶尔强韩国 自辞也就宣布灭亡了 这整个新疆的南疆啊 就成了这个 整盖尔韩国的一个 傀儡政权了 那现在呢 时机到了 这盖尔丹就可以撑韩了 第一时间 武士达赖喇嘛 就派出了使者 册封这盖尔丹 昏台级啊 为丹京 博硕刻图韩 所以咱们可以说呀 这个 达赖喇嘛 和这个 盖尔丹的关系 那是非常之密切 非常之好的 您想想 这老师送给学生 这么大的礼 那还算清吗 现在这 盖尔丹呢 他俨然不是 部落联盟的酋长了 俨然是 一国之韩王了 可是说呢 这韩王啊 他也有憋屈的事 他这个王浩啊 这西当教廷是承认的 也有啊 少一半的 这蒙古部众啊 他们也是承认的 但是呢 有相当一部分 这个蒙古部众 他们是不承认的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吐谢吐寒的 墨北蒙古 还有呢 这墨南蒙古大部啊 也是绝对不承认的 那有人说了 这蒙古人呢 笃信藏传佛教 达赖活佛都承认了 他们怎么就不承认呢 那是因为呀 在他们心里 有比这达赖喇嘛 更大的后窗 谁呀 康熙皇帝 因为这康熙皇帝 压根就不承认 这嘎尔丹这个韩位 受到这达赖喇嘛 测封之后 这嘎尔丹也给大清朝 写过一封信 请求这大清朝廷啊 测封他为韩王 这大清朝廷压根啊 就没理他那号事 给他写信呢 还称呼他为婚太节 也就是说这事啊 这康熙压根就不同意 那咱们都知道啊 这嘎尔丹的脾气 那草原上比突一步狗还横 哎 这康熙皇帝 不承认他的韩王身份呢 一下子就激怒了他 他觉悚着 当年我祖宗也先也不是没打得过北京朝 你这中原的皇帝啊 我管你是满人是汉人 惹急了我呀 我就困买弯刀是大兵压境 到时候谁做这中原之主还说不定呢 也保不齐啊 这恢复大元朝 哎 就在我嘎尔丹这一时期 从此以后啊 这嘎尔丹把这康熙皇帝 就当成了他一生一世的宿敌 可是没想到他这一脚啊 算是踢在石头上了 那么说他的老师武士达赖喇嘛 又是怎么在这个大清朝 与种干尔韩国之间斡旋的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 咱们明天接着聊 咱们明天接着聊